花蓮市长杯篮球锦标赛12号开打 一共有31支队伍500多位选手参赛 甚至有跨县市乡镇球队来竞技 市长渭嘉贤很高兴 看到花蓮的篮球运动是越来越蓬勃的发展 他也表示会再举办更大型的篮球竞赛 让喜爱篮球运动的民众有近期展现球技的机会 花蓮市市长杯篮球锦标赛9月12号 13号及19号三天开打 这一次报名人数踊跃 除了花蓮其他乡镇球队 甚至于连宜兰台东的球队都前来参赛 市长渭嘉贤表示 很高兴看到市长杯篮球锦标赛的规模越来越大 显示篮球运动深受民众喜欢 花蓮市公所会持续举办更大型的篮球竞赛 让喜爱篮球运动的民众有尽情挥洒汗水的舞台 今天也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看到市长杯的规模也越来越成熟 那有非常非常多跨乡镇来这边比赛的一个选手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在市长杯的时候变成花蓮县的一个指标 让每一个选手都能够来 同一个场合上面做较劲 也可以让花蓮市的孩子 能够见识到外乡镇市的一个朋友们的一个球技 那以球会有 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社团能够组织起来 学校也能够组织起来 重新把我们花蓮最强的篮球再带起来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教练也能够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基层工作 那花蓮市公所也会持续的在推广 不论是全场的五对五 然后还有半场的三对三 我们都全力会办 那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度也会推出比较大场的一个三对三篮篮球比赛 也欢迎刚入阶的朋友们 或者是喜欢三对三斗牛气氛的朋友们都一起来报名 今年市长杯篮球锦标赛共有31支队伍 500多位的选手报名参赛 包括了公开男子组 高中男子组 国中男子组 U18女子组 国小组 各组取前四名颁发奖杯 每组前三名另颁发三名得分王还有大会MVP一名 市公所表示下半年度会再举办三对三斗牛赛 也欢迎喜爱篮球运动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